來 大家好 維爐 很熱鬧 這生起火冒起煙 就感覺很溫暖 這樣周族在家裡 常常也會生起火 對…生火就是 主要是燻東西的 燻盤子 所以可以看到上面都是公 它在燻的話會怎麼樣 它燻燻它 燻燻會比較強 比較不容易斷掉 對… 只要木製或竹製的東西 你只要燻燻之後 它就比較耐 所以周族在室內生活的時候 它就不用大火 就是一個燻燻 比如說你點一次火 你可能會燻燻 點一次火用一年 對… 它就是… 白天就把它蓋起來 它其實最主要就是 要怎麼…怎麼疊火呢 就是要護底 空氣 只要這樣護底 這樣就好了 護底 它就會慢慢燒起來 它有木炭 但是它火不會大 然後它那個木炭就會進去 然後… 這個灰就會蓋住之後有沒有 木炭就會在那個… 下面 下面然後就是… 每次就… 每次就一、兩根 亮著慢慢… 慢慢… 然後如果說你要起火的話 如果說隔壁要起火的話 哪一個 哪一個木炭 去隔壁 對 不過有火的話 就是很溫馨很溫暖的感覺 現在在都市 已經沒有辦法享受到這種氣氛了 只有來到陸落 才能享受到火的感覺 所以今天是大團圓 來 歡迎大家 我們又多了很多的生力軍 好不好 現在我們來了除了小楊 那就是小楊的太太 小菜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了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有這個回家的感覺 那我們這次因為需要人手 今天小楊說 兄弟們趕快來 那小田 馬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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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田 太久沒有看到小楊 其實小田很忙 有很多的隊伍走… 中走上山 他說我要去看一下我的兄弟 還有我們大眾走的女隊員 軟姐 軟姐 很久沒看到大家了 對 不過今天很特別的 多了兩位新成員 而且是非常年輕的 而且跟我們MIT台灣之其實 也非常有關係 大眾走 那我們要不要請軟姐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兩位新成員 這個是大眾走的時候 小楊在那個毛壁洋山上 電話來了 說快出生了 所以連夜下山 對不對 這個是… 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 是藍教官取的 叫什麼 洋蔥花 洋蔥花就是美 其實觀眾很想要看她 現在什麼樣子了 洋蔥花那麼大 觀眾都認識她 你知道 洋蔥花 對 這是在無名詞的時候 對 無名詞 大家在所有幫小楊的小朋友取名字 那個時候還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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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洋蔥花 還有洋蔥山 對 洋蔥也有 或者是 最後是洋蔥花 對 最後最有名是洋蔥花 不過它真正名字不是洋蔥花 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你的本名是什麼 來 講一下 大聲講一下 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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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本名 小名叫洋蔥花 對 今年幾歲了 十歲 七歲 七歲 就是等於 中央三位大洋蔥花 真的 七年這樣 中央三位大洋蔥花 一開始就 他就出生了 對 那還有一位小朋友 那就由媽媽來介紹 還是你要自我介紹 來 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洋蔥花 念什麼學校幾年級 念文雅國小 然後四年級 文雅國小 四年級 對 他是八八豐蔥之後 出生的人 對 就是 那一年我們去南湖下來之後 有寶物在 他是十月生的 對 對 在南湖大洋蔥 跟阿姨兩個 子父為婚 子父為婚 跟伊哥的小朋友 對 好 那現在答案 終於揭示好了 對 因為有時候我現在去外面 演講或跟人家聊天 人家會問說 那個洋蔥花 現在到底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幾歲了多大 大家都完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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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就是 小蔡 對 沒有 沒有 小蔡的故事應該大家 我們之前有講過嗎 小蔡的故事 有 有 有 小蔡那時候教英文 小楊還沒結婚的時候 小蔡教英文 有逼小楊學英文 對 我們去山上的時候 我們到了一個晚上可以安歇的地方 他衝到那個山頭 就去打電話 那時候在談戀愛 山頭才會有訊號 打很久不下來 後來助理還把飯菜打上去給他 真的 還把飯菜打上去給他 還把飯菜打上去給他 因為太久 而且很冷 在山頭很冷 還不要拿熱水 拿飯菜送上去給他 因為他那個時候太想我 一直 我 那小蔡跟小楊這個病情是在能高安東軍嗎 對啊 因為走不動 小蔡偶爾要把小楊放行一下 跟我們去山上嗎 一定 這七年來 你看人都沒跟我們上山了 觀眾都有來過 對啊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剛回來做茶 然後把茶想得太容易了 我們都一直覺得說 只是種茶而已 然後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朋友還跟我說 你手上有 他說一樣很大一筆陷阱 我想說沒有吧 應該只是肥料這樣而已 結果沒想到真的是 惡夢的開始 所以後來他就一直必須要 就是茶園之外 他必須要去爬山 然後就是賺家裡的生活費 然後茶葉這邊的周轉景 這樣子 所以不是不跟你們出去 是因為真的 有的時候他答應人家 那個隊的時候 人家其實錢都匯進來了 那我們就真的一定要出去 早期的話也沒有 還可以為了台灣製 推掉那個客戶 對 以前還很擔練 然後回來種茶之後 就不敢了 因為已經 已經有先收訂金 真的不亂這樣 因為那個訂金 已經被我拿去做周轉了 撩下去了 撩下去 撩下去 要把它做完了 要走到底 要走出一個成果出來 對 不過今天看到大家聚在一起 感覺真的很好 和樂融融 不像說之前講說 有家庭革命的感覺 有 單親家庭 對 對 我們現在要求證一下 為什麼你會 忘記幫他寫計畫案 沒有 是 他那時候 就叫我幫他寫竹字稿 可是我一直認為說 你就把那個計畫案看守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那個評審 他會問你什麼問題 然後所以我就不理他 然後 而且也是第一次準備 然後我就想說 你就把他看守就好了 然後其實我也沒有顧慮到他的心情 因為他說 可能我們消化很快的東西 最後來講怎麼要看 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他就看得很 他就很生氣這樣子 一直到要面試的前一天 他就 他就 高速公路 對啊 他就在高速公路 他就吵架 就這樣 魚面吵 吵到桃園去 對 我那時候才能像竹山的 對不起 反正結果是好的就好了 這是我的書 這個過程有點曲折 沒有關係 但結果是好的 看結果 所以那一天就是要 去做簡報的當天 對啊 簡報當天 因為他之前就一直跟我說 他 他也知道要怎麼講 然後其實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一直以為就是 針對那個 就是我們的內容去講就好了 那聽說那天 小楊 他今天講是 說呼吸不過來 你可以再描述他那天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是後來聽那個 聽 聽聲老師 聽聲老師那個講的 就是他好像很緊張 然後那個林特 我是好像的 真的 我差一點就直接昏倒了 因為中間也發生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他講的 然後後來有一個評審就跟他說 為什麼你講的跟寫的 不一樣 可能他講的更動人吧 比寫的還要好 就是真誠自然流露 對 真誠自然流露 繼續走下去 好 我們也是很久沒看到你 所以就 直接來看你了 今天大家都來部落 早想 看他志永定在幹什麼 怎麼那麼久沒有出現 對 謝謝麥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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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聲音主一起加油 感謝你們 這場小楊夫婦口中的噩夢 長達七年 但回頭來看看七歲大的洋蔥花兄妹 麥可反倒是覺得 小楊心裡不說的苦應該都釋懷了 有朋遠來 再悶再苦也不能怠慢 於是大眾走時高山主廚之一的小楊 很有巧思地擺了一桌向導大餐 讓大夥回味那個一起吃苦的風雨日 但麥可今晚竟然很想喝一口小楊種的茶 早安 今天李家的清晨特別的涼爽 是開工的好日子 對小楊來講 今天也算是一個大日子 因為他苦心經營管理的茶園 今天就要採收了 那一大早就可以看到很多採茶的姑娘 陸續已經到達我們的茶園了 可以看他們的裝扮都很特殊 都帶著斗粒 然後整個頭巾都把臉都蒙起來了 可以看到人現在很多 那就要趕快把這個茶園 裡面已經長出來的嫩葉 這個茶葉 就是要趁這個早上就開始要採 那採收完呢 才能夠到製茶的流程 那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大家都已經就位 那個動作很快 不但是要趕時間 而且是要趁精潤涼的 所以大家一到茶園 就開始陪他們一起採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採茶 有什麼俏訣去跟他們聊聊天 打個刀 茶也清啊 水也清啊 清水燒茶獻給心上人 李家茶山情歌開始哼唱 而小楊這一季的茶 也要準備採收了 麥哥想起大眾走 齐萊山即刻救援時 小楊和一群向導 接力快遞高價的高畫質攝影機 感慨家裡的吉甲竹林 也買不起這台機器 但我們今天茶山停一停 就要看到小楊今年最後的成績發表